华身光之巨人的电刺一边大叫好烫,一边紧紧抱住圣诞老人 同样燃烧起来的圣诞老人则立刻伸出数条手臂将他甩了出去 随后吐槽自己虽然被黑暗的力量提升了智力 但依然理解不了白痴的行动 它烫,烫死了,我才不是白痴呢,我可是每天都看教育频道的 持续燃烧的电刺不爽地反驳着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顺着电刺的方向看去 发现他胳膊上的一根链条正缠着自己的身体 就在圣诞老人为此惊讶不已的时候 大喊好烫的严巨人电刺已经袭来 用头上和手臂上的电锯贯穿了圣诞老人的脖子和胸膛 然而,这番攻击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圣诞老人得意地告诉电刺自己可以将痛苦分散给其他人偶 随后再次伸出数条手臂将电刺抓起 而被钳制的电刺也同样不慌不忙 挑衅地问圣诞老人是不是恢复能力变慢了 还说这都是受自己的光值力量影响 结果被圣诞老人猛地一推撞碎身后的墙壁 墙壁后又一批人偶军团涌出 他们纷纷用力刃管穿电刺的身体 疼得电刺娃娃打叫动弹不得 就这样烧死吧 对于你这种一无所知 还对马其马言听计从的狗 这死法最合适不过了 圣诞老人冷漠地说着 但电刺却并没有放弃挣扎 他一口咬住身旁人偶的身体 拼命瞬息鲜血 不一会儿便恢复了行动能力 啊 光值力量治愈我吧 电刺一边喊着中二口号 一边站起身来 看得圣诞老人直呼难缠 操纵人偶军团将电刺踹倒 再次群起而攻之 就这样 电刺又陷入了人偶军团的疯狂绞杀中 差不多也该死了 我马上就送马骑马剑你去 圣诞老人话音刚落 便立刻赶到身体被一股力量拖拽 这股力量来自用链条拴住他的电刺 满身人偶的电刺正奋力拖拽链条 企图将圣诞老人拉过来 圣诞老人则暗暗告诉自己 电刺的行为根本无法理解 因此不能靠近他 就这样 双方开始了拔河游戏 但圣诞老人显然没什么竞技精神 他先召唤了四个人偶 帮助自己拉链条 之后又操纵人偶 驾车装向燃烧的电刺 车子撞到电刺后瞬间引发爆炸 圣诞老人得意地望向爆炸中心 以为自己已经赢了 却不料火光中传来了黑羞黑羞的声音 拴着自己的电锯链条再次绷直 身体又感到被一股力量拖拽 没错 严峻人电刺依然在拔河 他为什么还没死 真可怕 圣诞老人瞪大双眼一脸惊蛾 电刺则越发用力地拉扯链条 你们一个个排着队想让我死 这倒是无所谓 但如果马七马死了 我不就没办法和他一起去旅行了吗 电刺激动地咆哮着 并成功将圣诞老人拽了过来 而后一记严峻飞梯 贯穿了圣诞老人的腹部 还没等圣诞老人 从刚刚的镇静中反应过来 电磁变已开始准备新一轮攻势 举起车子 狠狠砸向圣诞老人燃烧的身体 嘴里还大喊着 这就是我的光之力 车子砸中圣诞老人后 当即引发爆炸 瞬间将圣诞老人炸得粉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